您好,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高雄市的登革热疫情去年获得有效控制 今年的疫情已经趋缓了 但是东南亚的像是马来西亚、新加坡 还有泰国这些地方 还有中南美地区这些的疫情燃相当的严重 所以副市长李永德就提醒 这个防疫团队一定要加强医疗院所的追踪机制 同时也呼吁去旅游的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师傅表示去年登革热虽然有零星的病例 但整体来说在有效控制以及防治的一下 全年病例没有达到500例 目前高雄市已经超过6周没有本土病例发生 疫情趋缓 不过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南美洲累计病例数 比去年同期高出许多 因此还需要严防境外移入病例 并且请卫生局和观光局合作 将疫情的资讯及时提供给旅行社 航空公司参考以便随时掌握 新路经济会以好天天起步走为号装 那么30号将会在连池坛举行爱心见走活动 因此他们礼拜二就请来TOMORROW 彦府跟彦君来率领着三姓加商的师生绕行操场 来为这个活动暖身一下 艺人TOMORROW以爱心大使现身 立刻引发全场骚动 但他们这回南下可不是拍戏 而是以爱心见走大使的身份号召民众 加入新路基金会好天天起步走的活动 这个尖叫声好像高空弹跳一样 带领着同学绕行搜园 为月底登场的爱心见走活动暖场 最后数百名师生怀在超场 排出好天天的自行 场面温馨壮观 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姓加商 希望大家3月30号呢 进行踊跃参加 在台北桃园新竹高雄 各会有一场天天起步走的活动 是然后这次的活动有意义是 每走一公里 企业就会捐赠十块钱 那来学校这边就希望多同学 每天可以拨一点时间 走学校的草场 企业团体呢 可以去找和平公园 或者是社区的公园去见走 边走边做公益 新路基金会高雄分会 连续八年举办齐步走活动 号召民众陪同身心障碍民众 一快走出户外 今年首度全台串联 除了希望达到万人见走目的 也希望企业响应募款 这一次呢我们邀请了 许多的一个爱心企业的赞助呢 那我们有一个暖身的活动 从二月二十号到三月十五号 在全省各地的TOKYO的 那个据点呢办理 走一公里捐十块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我们的民众 也许三月三十号当天 不能到现场 跟我们一起走 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呢 暖身活动的期间 你可以到全省的 那个TOKYO的据点 去走那个跑步机 然后每走一公里 我们就会找爱心企业 赞助我们十块钱 就是希望靠着击沙成塔的精神 让企业及更多善心人士 投入帮助弱势的行列 同学对于这个活动也热烈响应 说三月三十号有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会不会想到说跟着去参举 会吧 然后就当做运动啊 就是休闲运动吧 我也要跟着一起出去走一走 你觉得这个活动呢 办得很好 我们就是这样的活动 因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号召我们的孩子 还有我们的老师 一起来参与三月三十号的 新入经济会办的爱心见走活动 第一届好天天骑步走 三十号将在高雄连池坛登场 当做运动也好 做做善事也行 把握着天像艺人Tomorrow一样 充满活泼朝气 跟着身心障碍民众骑步走 传递心路精神 认真活出每一天 港东新闻物质与潘志光 采访报道